世界卫生组织将香肠、培根等加工肉品列为一级致癌物 主因是这些肉品含亚硝酸盐 亚硝酸盐添加在肉品中 与肉品中的肌红蛋白结合 可让食物呈现鲜艳红色 并具有防腐作用 人体摄取加工肉品后 亚硝酸盐进到胃内 很容易跟来自其他食物中的胺结合 例如干燥海鲜、干贝、起司、红肉都有胺 一旦结合就容易变成亚硝胺 亚硝胺会增加人体致癌风险 国内一项研究局国产水果 像巴勒、母瓜、凤梨、葡萄柚、干 因为富含维生素C、多酸类等抗氧化物质 有助于将亚硝酸盐 还原成不是质癌物质的异氧化蛋 大蒜中有蒜素 茶叶中有二茶素 这些多酸类也具有清除亚硝酸盐能力 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